疫苗打下去更有保護力 台北市城的市場疫苗 接種算一走就有民眾來打疫苗 因為大家都很擔憂 憋點5可能掀起一波新疫情 胸腔戟重症醫師黃軒就表示 新增病例數下降不代表疫情控制 應該還要觀察住院率 重症率 死亡率 若持續攀升憋點5恐怕有黑力量 以前澳洲有發現一個現象 他們的住院率 死亡率 重症率 都一直往上升 專家也開始在懷疑 是不是有很多黑術沒有被診斷出來 醫師神正南認為昨日本土 新增了兩萬零八百二十四例 疫情趨緩下降力道已經浩劫 而且葡萄牙研究 B.A.5重複感染率是10% 代表未來B.A.5感染者 初次染疫數目是重複感染的10倍 他也認為日本B.A.5 會發展新一波疫情 是因為年輕族群 三劑疫苗覆蓋率不到5成 第三劑打完的人 也能夠盡快地在 能夠在第四劑 能夠接受的時候 趕快接受打第四劑 目前國內OMER狂致死率 萬分之17.5偏高 專家就認為是DNR占比偏高 但也有其他專家表示 年齡、共病、疫苗覆蓋率 這三項才是關鍵 每一個簽DNR的原因都是不太一樣的 通常醫師也是要亮麗而為看情況 而且要跟家屬取得共識 食藥署拍板核準6個月到4歲兒童 可打BNT完整接種需打三劑疫苗 面對B.A.5來勢洶洶 只能靠衝高整體疫苗的覆蓋率 把傷害給降到最低 記得有綜合報導